随着中潮进入的尾声,宝击格局已经越来越激烈,上海深华客产4比2击败天津泰达,这样一来泰达的积分停留在28分,确保本轮轨中无论如何也不会降低了。 但是泰达自己,有可能就此跌入深渊,比赛中,泰达门将杨启鹏在下低级失误,泰达持续滑坡,保抑压力非常大,此番对决相对无欲无求的深华,从多方面看都是泰达必须把握得拿回机会。 然而这场比赛,泰达一度2比1领先,在大好局面下,让深华在上半场搬平比分,到了下半场,泰达压力越来越大,已经有些支撑不住,到了第85分钟再丢一球,几乎被绝杀。 此时的泰达,心态失衡出现了巨大失误,门将杨启鹏莫名其妙在抱住皮球的情况下,直接跑出了进去。 这样在叶玉球场才会出现的低级失误,却发生在中超赛场,还是这样一场关键的暴击大战,太大遭遇重创,因为伤停补时的时间被耗掉,而且给了对手一次绝佳任意球的机会。 面对杨启鹏这一次低级失误,主教练时蒂立克,也是抱头不敢相信,神花则不管这么多,他们由光临来处理这次任意球,这位超级重炮手轰出了世界级的暴射,皮球像是出堂的炮弹之飞球门。 杨启鹏颠长莫及,为自己的低级失误,懊悔不已,最终的比分泰达,2比4落败。 对于泰达来说,他们目前感受到了保级的巨大压力,球员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,卓使让人哭笑不得。 现在,泰达只能期待其他保级球队继续犯错了,当然贵州很开心,因为他们在泰达有输球的情况下,但伦,无论如何都不会降级了。 那么本赛季中超究竟谁会降级,目前来看悬念不小,作为中超的老排球队,泰达或是已经感受到中赛的招手了。